世人皆知,清朝末期出了个卖国求荣挥霍无度奢靡享乐的慈禧太后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慈禧在民间还认了一位甘女儿 慈禧的这位甘女儿来头不小,曾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富可敌国的清朝女商人 不过与慈禧深悲骂名遗臭万年不同,她的甘女儿却得了民心,受人爱待 这位慈禧的甘女儿正是清朝末期的陕西女首妇周莹 周莹出生在民间,并非皇亲贵胄 那她又是如何与慈禧扯上关系的呢?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原本身在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带着群臣逃离京城,赶往西安避难 也正是在西安避难时,慈禧认识了周莹 由于清朝国难当头,所以周莹主动提出要向慈禧上交白银十万两 为国家献出她的一份绵薄之力 鉴于周莹身为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的如此举动 慈禧颇为感动,便玉手一挥,亲手提携护国夫人的牌匾 并还收了周莹这样的女首妇为义女 两人甚至以母女相称 除了先前上交的这十万两白银以外 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 周莹又再次向慈禧捐助了白银,帮助国家共度难关 慈禧为感谢周莹的白银捐赠,又再次封她为一品告命夫人 对于这样的殊荣,在民间女子中几乎是钱无来者 非有周莹一人 这周莹究竟是何人,为何如此有钱 而且还能够如此身名大义 在国家危难之际,频频出手相助,慷慨解囊 在曾经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时期 经商于大部分女子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别提成为一个叱咤伤海的成功女商人了 但是周莹却凭借自身的精明能干 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打下了一个属于她的商业帝国 在清朝时期的陕西 周莹的名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周莹在商场得意 但在个人的爱情上却不是那么如意 周莹出生于陕西省三元县 家中原本也很富有 但是传到她父亲这一辈后却家道中落 所以周莹小时候的日子也过得很清贫 那时候的男女婚姻大多是父母包办 周莹也不例外 当时的安无宝大户吴家 与周莹家本是故交 双方对彼此的情况也算是知根知底 由于周莹家早已没落 所以原本吴家是看不上周莹的 但偏偏这吴家少爷无聘却是病秧子 即便有门当户队的姑娘 大多也不愿意嫁过来 于是吴家这才同意了与周家的婚事 想要让周莹嫁到吴家来 顺便给吴家冲个喜 面对这样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 周莹似乎早已看淡 只是平静地接受了一切 但嫁到吴家后 现实又给了周莹一次重击 成婚不久后 吴家少爷无聘便因病去世 撒手人寰 在丈夫吴聘死后 周莹也终身未嫁 吴家少爷这前脚刚走 吴家老爷也因外出遇难跟着去了 吴家是个大家族 家里能撑起一片天的男人都离开了 吴家又该何去何从呢 身为一介女子的周莹 这时候勇敢地站了出来 想要挑起整个吴家的重担 正是接受吴家的产业 好在周莹本身就是天资聪慧的女子 她公共在世之前 也曾教给她一些经商之道 加之周莹还在娘家的时候 也曾读过一些经商的书籍 所以她将自己的所学 和一些新的经营管理方式结合起来 对吴家的商业和管理 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而有私心的 想要暗地里争夺吴家产业的人 周莹先是选择隐忍 放低姿态 然后私下秘密调查 收集证据 最后在合适的契机下 将两个有不轨之心的手下的私心 公之于众 让其身败名裂 颜面尽失 但是忠厚老师的手下 周莹也是看在眼里 选贤举能 任用贤才 将他们提拔到店铺的中级管理层 一些在店铺劳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员工 周莹为其发放养老金 还希望掌柜和工人们的家人 也可以来吴家工作 闲暇时 为他们修缮房屋 让其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周莹此番 不仅能够留住人才 更赢得了人心 主动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提出年底奖金的概念 极大的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提出股票激励制度 带动了吴家商铺的掌柜们和伙计们 都纷纷入股吴家 让大家能有钱一起赚 比如重拾盐商生意 使得吴家的盐商生意遍布全国 主张扩充棉花产业 过去棉花的价格具有不稳定性 都是低价时购入 看好行情再卖出 搞不好很容易亏损 但周莹怎么做的呢 她是先和棉花种植户们提前签订合同 以双方都认可的价格收购棉花 稳定货源 甚至到后来直接垄断了当地的棉花货源 让其他商家都无棉花可买 最后还只能再从她的手里买棉花 而买棉花的价格也都是由周莹决定 从中再赚取一波商人的利益 一步步的周莹不仅凭借其聪明才智 撑起了整个吴家 还将其做大做强 成为了陕西人人皆知的女商人 而周莹不仅在商场上如鱼得水 对百姓也乐善好施 将所赚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 兴修水利 资助教育 援助国家 为她在商场和社会上 都赢得了好名声 无人不知陕西出了个富可敌国的女商人 周莹 但即便周莹生前做了如此多 为国为民的好事 但她的壮壮善举 她慈禧干女儿的身份 她依品告命夫人的封号 依旧没能摆脱封建礼教之下 她是寡妇 且无子嗣这层标签 因此在周莹死后 她没能被后葬到吴家祖坟里 而是被人随意找了个地方 草草埋了了事 这不仅是周莹的悲剧 也是那一整个时代的悲哀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经历新闻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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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